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糖尿病病人吃糖以后既无法运用糖 也不能把糖储存起来 而是任其根治血液来到肾脏 这时血液中的糖比正常人的含量大得多 很容易就超越了肾糖格 便形成糖尿病 所以啊 如果正常的人平时吃糖 并不会马上患上糖尿病 但是如果年时已高 肥胖 高血压 高血脂的人 就要长期注意饮食了 正确来说 糖尿病患者需均衡饮食 不妨可以参考食物中的血糖生成指数 Glasmic Index 或者是碳水化合物计算的方式来规划三餐 简单来说 多吃新鲜的食物 少吃那些高盐 高糖 高热量的加工食品 在定期的检测血糖 不仅可以帮助改善血糖的波动 还可以有效地稳定病情 并预防各种伤害血管 神经和器官的并发症 摆脱糖尿病饮食的迷失 科学改善糖尿病 你学了吗